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3日 今天新华社人民日报 继续吹捧习近平 习近平无所不能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是 等待习近平的指示 才能往前推动 各项工作都是这样 你看今天新华社头版头条 习近平进一步 发展综艺药 习近平什么都懂 连综艺药也是内行 习近平这次到河南 这个安阳考察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什么呢 发展综艺药 给大家看这是网上截图 你看 这习近平每天都是 这个新华社的版面上的 这个主题 这一次习近平到这个南阳 去思杀 12号下午 到这个南阳 有一些这个中药公司 也就是在这个 医生寺 和南阳 药 药医保 埃草制品品公司 埃草 这个 确实是能够治病 有的时候还可以熏蚊子 这个可能是埃草 这个制品的公司 了解中药发展 和埃草 制品的发展情况 习近平怎么说了呢 中华民族苏千奶奶 都是靠中药 治病救人 他为什么现在这样讲 因为他知道在国际上 陷入孤立了 这个和这个 以美国为首的 N个国家 现在都是这个 翻脸了 为了一点小事 为了一句话 为了一个故事 就能就是互相对治 甚至对人进行辱骂 你看外交部 这个王仪 这个还有这个杨洁篪 这些 还有新闻发言人 全是战狼 是外交 到处得罪人 还有这个 环球时报的胡思列 用这种非常 吓人的语言 恐吓这个澳大利亚 等等 甚至都讲到了飞带 要发射飞带 甚至有核弹头 等等 这个是过去是 绝对是少见的 即便是在毛泽东的时代 也没听说过 来这样 媒体 直接这样的 用东北话是什么 扔大哥的 吓唬人家 拿大的吓唬小的 所以这个 内循环呢 给我的感觉就 实在必行了 也就是逼迫中国呢 开始选择什么呢 退回 毛泽东的时代 一切都自给自足 这个计划经济啊 那么当然 一旦开战 将来 肯定在这个 医药方面 肯定西方将实行封锁 他已经预料到了 这个脱钩 冷战 这个孤立 内循环 内斗 将来肯定是非常的激烈 非常孤立 非常封闭 于是呢 就开始 转向什么呢 发展所谓的综艺 他这个举动不是偶然的 你看这个与此同时 有一个重要的动向 就是他的嫡系 王晨 国务院 这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王晨 到哪里去了呢 到兰州 到兰州去 这个考察 率领着人大执法检查组 到甘肃 什么检查呢 中医药执法检查 这就是一个动向 这证明他来此前 他们已经研究 下一步的工作 已经知道了 在国际上 将来最后自己玩了 包括这个医药系统啊 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振兴 在健康中 健康中国建设方面 发挥作用 美其明月吧 冠冕堂皇 每一次都能讲的高大上 实际上是没有办法 倒行逆势 与国际社会 彻底的对立 就造成今天这个困境了 那么由于王晨呢 和他是铁哥们 我们都知道 在延安这个陕西 上人下乡的时候 上大学 这个事对他来讲 是改变命运的一件 这个大事啊 王晨帮了他一把 所以他不忘了 将哥们一起 他就把王晨提拔上来 当了这个国家级的领导人了 所以这王晨肯定是 他们俩商量好 先提前 9号到12号 就到这个甘肃去检查 听取这个所谓 医药这个法的执行 一些情况 举行座谈 到了兰州定系 了解中医药 结合的精准治疗问题 这里面讲了很多 这个具体的事例 其中讲到了兰州市 广武门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那么还到了甘肃 其证 这个甘肃 其证药 其证药业有限公司 还有这个隆身 荣法药业有限公司 听取这个中药 影片的生产 等等啊 还考察了这个辅行镇 万辅中药材 绿色标准化 种植基地 甘肃数字 本草 中药 检验中心 首阳 中药 教育中心 隆西 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隆西县 第一人民医院 通安医镇 通安医镇 镇卫生院 还查看了这个中药的 种植 质量检测 采购销售 仓储物流 架工 研制 等中药的全链条 各环节的工作 你看这个中国人的中医药 的确是博大精神 本人对中国的中医药 是非常佩服的 我认为中医药 可以这样讲 没有病不能治的 这方面确实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特长 但是中药 中医西应该结合起来 一起来治病 他现在是强调这方面 那么这次 王晨明显的 和他在进行配合 王晨肯定是中心 说不定他有些想法 习近平治理国家 包括对中医药系统 有些看法 都和王晨商量 王晨这个举动 不同寻常 即使到了甘肃 你看王晨也不忘 参观八路军 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他们这伙人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 不问苍生 为鬼神 解决现实问题 没有办法怎么办 总是到这个地方 就是找到了 过去这个战争年代 他们父辈 留下那些足迹 你想他不能到哪里去 参观这个中共的纪念馆 什么这个杯那个杯的 这个深圳 甚至到这个广西 习近平搞这个 去参观 巷江雪战等等 这可见就是 没有心思的 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现在的行事 只好什么呢 倒退 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到死人堆里去找办法 那个办法是什么 就是忽悠 宣传 洗脑 这个让人的承认 他是老大 即使到了 甘肃也是这样做 你在看 从国务院系统 也是这个配合 习近平这个 宗医药的指示 其部委印发通知 支持国家宗医药 服务出口 这是今天新华日的报道 给大家看一看 看这篇文章 已经可以看出是什么 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动作 或者是说 是一个转变 就商务部 国家宗医药管理局 七部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 这个支持国家 宗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置的通知 提出了18条 这个具体政策 支持国家 宗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大力发展宗医药服务贸易 推动宗医药服务走向世界 他这个刚才讲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在贸易方面 发挥中国这个宗医药的特长 因为宗医药现在 这个能治病 有的时候 讲不出什么道理来 但特别神奇 包括那针灸 按摩 推拿 这些东西确实是棒 你拿针灸来讲 有一种疾病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不是太有研究 可能有些患者知道 有这个病的 那就是求后视视镜眼 就眼睛 有的人眼睛 突然间看不见东西了 有的就可能是 这个眼球后的四神经被锁 这个是很难逆转的 这个本人有点就是体会 就是这个我太太 就是在那是90年代初 第一批就是带那个大连杂技团 水流星警出国访问 上加拿大访问 我太太来来加拿大 那是第一次比较早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 他当时在市政府外 市办公室当翻译 那么这个加拿大有个 这个太阳杂技团 现在已经破产了 很有名 那时候还没怎么发展起 刚发展 就邀请他们 大连杂技团一个节目去演出 这个节目叫水流星 当时是崔凤云 李一世 虚卷 三个演员 我太太是带队 带他们来就是这个 在加拿大半年巡会演出 所有的城市都走遍了 那时候的这个小丑 就是演出那个带队的 就是加拿大这边的邀请房 太阳杂技团的老板 那时候不是老板 小老板 还是搞杂耍的 现在是加拿大的亿万富豪 在蒙特利尔 太阳杂技团的大老板 这都是没有想到 一个人发家支付那么快 当时就带那个团 回去之后 过于在这个加拿大起见 过于劳累了 可能是 回去之后眼睛 就是特别有一只眼睛 突然间就 就是私立减弱 带他到那个广安门医院 就是这个广安门医院 我自己特请说 韦玉英 是这个演出大事 挤了一个老太太 很认真看 看完以后说 告诉我 我说你回去准备吧 你太太一定是失明了 不行了 秋后四身经委说 治不了了 你让他回家以后 把这个桌子 椅子什么都 家里摆上摸一摸 做好思想准备 讲得非常严厉 我当时不相信 怎么会这样的 他把他就 把他支到走廊里 留下我自己 告诉我 我脑子问一下 但是我 这个还得找医生在看 那时就找了这个 广安门医院 叫田从货 田从货呀 这个是针灸师 他那个阵特别长 那吓人的大阵 他说我能治 我一个星期十多天 我就可以给你治好 没事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是 同仁医院 对刚开始 先到同仁医院 找了 维宇英是西医 他看不了 他说这个病啊 就是没有办法 秋后四身经理说是 就是不可逆转的 从理论上来讲 我讲半天 很认真 我到现在还保留 他这个诊断的记录 我到现在有啊 就很有意思 田从货说的 我跟你治 而且钱很少 就在那住院治疗 他针灸 每天的针灸 一次 那个针特别长 十几个针 后背也扎 甚至有个针 直接扎到 那个眼的后边 太厉害了 这个 当时田从货是 六十多岁 我印象特别深 那个老先生 面部表情 跟人很严肃 但拥有一颗 闪亮的心 治好了 这个你看 当时那个死里减弱 几乎都看不见东西了 那么悲观 你想他治好了 就神奇 就中医药特别神奇 针灸神奇 我是很佩服 那么那个 维玉英是物诊 维玉英是非常有名 演唱的专项 他也有物诊的时候 随会讲的时候 中医药这个神奇 所以发展中医药 的确是很重要 但是呢 官商国门发展 我认为这个不利于中国 这个习近平搞这个 文化大革命之道的东西 倒退到毛泽东 这个时代 不利于中医药的发展 应该是西极核解 西极核诊断 主要是诊断 还有医疗器杰棒 然后配合这个中草药 中草药可以开发东西太多了 就刚才讲的是 天宗霍 我不知道见不见在了 后来我去过街上北京 我去看过他 可能就是师傅 把他这个技能传承下来 谁要做他学生 我这个针灸学会了 那上加拿大致病 你说你治一个 求斯真经理所 这一个案例多轰动 那时候我就印象特别深刻 说中医了不得 那么看到这个七部尾印 就支持中国中医要服务出口 这是为了配合习近平的宣传 习近平就是这样 不断的犯错误 不断的让别人给替补 你看那个新冠 不就在他这个任期高的吗 原本就是一个个别传染病 17年前有过教训的萨斯 人家胡温那个时代 是可以这样讲 这个一乎翻掌就解决了 顶多是培养了一个救火队长 这个王岐山 你看到了习近平 他笨 低能而狂妄 王后还拒不认错 王后让别人去治理 治理王后往他脸上贴近了 他亲自之后 亲自找 他脸 他脸一步红 把这个传染病祸祸祸了全世界 你看现在讲不清楚 到底是定点投放 还是这个失误 判断失误 都不承认 都不承认走入死角了 和美国处于一种准战争的状态 非常危险的 下一步最则索赔 在所难免 不信你们看 那么这个印发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综要 这个宣传配合 可见就在习近平出发到南洋之前 可能这个都已经研究好了 包括李克强也同意 他要搞什么东西 谁不能不同意 谁不同意才整理 是吧 他给这个李克强的弟弟 李克明的部下 抓一个 就逼迫你 所以他就搞这东西 他干正经的事 干不了 就干这些整人的事 那从毛泽东学的是 炉火存情 所以给国家 一直整到今天这个城堡 互相斗 所以下一步肯定是 要集中精力发展 这个中药 中草药 但是本人认为 习近平 就按照他的思想体系 他也不懂 什么叫中药 也说是 医治半解吧 半评出中药 因为毕竟当国人那么长时间 中共特权思想的严厉 就严重了 到了各地以后 肯定那些医生都围着他转 转久了之后 高肝住病房住肠 酒病成医了 也开始觉得自己懂一点 这个综艺 实际都是皮毛 真正懂的是 刚才我讲的像这样的 田宗霍 这样的综艺药室 那是很棒的 像这样的人未必 学药啊 可能我不讲都很少人知的 那么 这个 这一次你看这一两天的媒体 特别今天的媒体 集中报道就是什么 进一步发展 综艺药 舆论在围着习近平 转 那么今天呢 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告 能有的收看 谢谢这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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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